大家好,我是大雷 在网上买了一块硬盘 自己的电脑坏了 之前那个硬盘有坏到 今天打算给我换 看看我的手艺丢没丢 这是让以前同事给邮过来的 买这么小啊 不是,这是内存啊 这是什么都是内存啊 你发错了 对啊 这是硬盘 你要的不就是硬盘啊 对啊,但是我的天 现在硬盘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你看 就跟内存似的嘛 变小了呗 对 我都多少时间不演员玩了 现在都这么小了 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这个是以前的硬盘 这是现在的硬盘 嗯 精致了好多 不是,好像有个感觉像搞错了呢 我问了,确认一下 哎,冲哥 我大雷 对 那个前两天 刚哥不 让我让刚哥给我优了一个那个硬盘嘛 嗯,对不对 他,我看这个是个卡 金士顿的 嗯,对啊 然后500G 就是一张卡呀 这还不差 本来的卡吧 不是,这是硬盘呀 现在的 哦,对啊 那你的机器上不一样的吗 我那是那种以前那种机械盘呀 以前那种机械盘 对啊,就是 那种机械盘啊 可是你里面写的是干啥呀 是一个固态啊 但是它 它这个属于是那个跟那个 机械盘和固态 呃,属于中间的那种类型的 它也跟那种机械盘是一样的 哦,那你没事 你插上去也行 插 你插在板子上里面不就可以了吗 我知道 我就是确认一下 因为我干的时候 这不不是这样的吗 其实全这样的 我打了 那你这样的话 机箱不就可以做小了吗 嗯,机箱做小了 对啊,那你就插主板上呗 这个是不是 哦,对 就插主板上的 对对对 哦,插在那个PCI口 哦,插在里面 你去打板子开一看就能知道了 有个那个什么 有个那个就是 插这个东西 插这个东西的机口 刚才问完了 就是这么大的玩意儿 500G硬盘 这是以前的 这个是现在的 我才知道 这 是这么大的 这种康套 我还能不能给它换上 我还没整过这种呢 哦,是在这儿吧 在这个CPU底下的 我已经out了 你得跟得上这个社会的脚步 好不好 林哥 好 关键有点太快 我跟不上了 不是太快 你跟不上 是你太封闭 嗯 也不是你太封闭 是我们的环境就这样 真的 以前要不 要不是硬盘坏了 我还不知道呢 是吗 嗯 没注意这个问题 那也行 官大你懂啊 专业点啊 你叫我 我连懂都不懂 它也一直在变化 现在500G 就这么大一个卡 在这个地方了 给它换下来就行了 已经说完了 现在开机试一下行不行 正常点亮 重新弄一下系统快点 嗯 它给我让它给我做完了 直接的给它加载出来就行了 封装上就行了 等一会吧 开了 加载呢 现在是5% 需要100% 应该就行了 这边是系统盘 CDE 120GC盘 D盘173 E盘172 这个是CPU的使用率 7% RIM内存12% Windows是1064 可以了 OK 还行 我的技术没丢 这把电脑给整上了 官大是能进入系统了 现在这技术发展得真快呀 我都不做老本行六七年了 技术没有丢 现在给它把那个软件按上就行了 好 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